大马路上黑外套男子不顾交通规则 跨越双黄线拔腿狂奔 一边跑一边回头就怕被追上 因为白色背心男紧跟在后 疑似拿着电击器同样违规急忙穿越马路 而后方同伙收上还拿着一把刀跟在后头 警察获报后到场已经鸟兽散 深夜在街头发生追逐 有人报案二打一手上都还有拿着武器 让警方不敢大意同步通知救护人员到场 事发在台北市万华西昌街上 15号晚上将近11点暗夜传出枪响 还有人在追逐 警方锁定带头闹事的又是绰号阿卒的 万华华西邦角头陈明杰 今年三月陈明杰和另一伙人在西昌街叫嚣护砍 因为不满前女友和其他男子聊天 找来六名扼煞攻击 长面一度压制不住 幸好最后被警方压制 只是没想到在事发三个月后又闹事 疑似和前小弟发生纠纷 在街上追砍 43岁的陈明杰在万华不时逞凶痘痕 频频带着小弟闹事 还插起钻石大楼租下50间套房 从事特种行业 频频进出警局 这回又爆发冲突 幸好没有人受伤 仍被依社违法送办 毕竟这场面让住户们都胆战行进 TVBS 李明辉速配与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